自强到火车从远处开来 发出好长的鸣笛声 仔细看右下方有游客在铁道旁行走 听到鸣笛警告声 赶紧靠边让火车通过 惊险瞬间让人看了捏一把冷汗 这也是新北瑞芳三凋零火车站 也是玄台唯一徒步才能到达的车站 大部分游客都是开车来 先停在附近停车场再走进来 其实正确路线是要沿着铁路线旁的人行道 走大约一公里往返 但很多人嫌太远 为了节省时间都会超捷径 走火车轨道旁的小路 像这样直接穿越铁轨 抵达停车场相当危险 正常走法是要走到里面去再走过来 由于停车场和铁轨相通 尽管告示牌上明明写着大大的禁止行人通行 否则重罚最高五万元 但游客还是经常乱闯 真的很危险 因为有时候你如果没有注意这个ATS灯亮 这个灯亮其实有时候都是北上的车来 那你完全都不知道 你完全都不知道情况 你如果笨笨的走上面就啪 这里位于寒洞口 为了避免民众穿越发生危险 目前已经架设铁栏杆围离 只是这里也没有明确指引游客行走方向 很多人恐怕是不知道才会误闯 下回来到三雕林火车站旅游 要特别留意别走错路 TVBS新闻刘欣奎 黄敬芬新北市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